家政班妈妈们走进损园内 将土拨开后 再将绿竹笋采收起来 接着走进家政班的教室 学习降损的制作过程 不但相当的好玩 妈妈们也强调 透过活动的办理 可以对积极的竹笋产业更加了解 今天很生动 实际到损园里面去采损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收获很多 也是提升在地农民的经济收益很好 我们一般我们这个传统食材就是酱笋 因为笋子有时候多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吃 就干脆我们把它腌成酱笋 或是把它做成笋丝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吃一整年 我们农会还有那个指导员 真的都很用心 而且都是每一年都有不同的课程 而且各方面的都有 积极近几年来 绿竹笋发展的相当好 再加上食农教育法刚过 推广食农教育已是目前的趋势 因此积极振农会就办理采损教育体验 除了带领加征班成员走入损园内外 更利用竹笋来制作酱笋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广地方的竹笋产业 就是我们要推广食农教育的整合创建计划 所以在我们在地我们就是生产绿竹笋 现在目前我们积极绿竹笋产量也蛮多的 所以今天就以绿竹笋为主题 来挂孙子让大家体验挂孙子的乐趣 我们今天的流程就是一开始先绿竹笋体验活动 去田间去介绍 然后就要让大家来挂孙子的乐趣 再来就是回来我们来活动中心这个地方 办理酱笋跟酸笋的制作过程 也是在推广竹笋麻竹笋的一些活动 指导老师也强调 不论是绿竹笋或是麻竹笋 经过妥善的料理或是加工方式 都是相当美味的佳肴 这次的课程更是许多家政班妈妈们 回忆中的古早味之一 我们今天是食农教育 就是都用在地的农山片 就是丽竹笋 要来做DIY 做酒孙 酒孙是要用麻竹笋 丽竹笋就是用普通吃的 就现在做凉笋 也可以煮汤 就是这部分 今天就是教教大家来做酒孙 做过去古早人来用的酒孙 酒孙来用就是粉广泛 很多都可以用酒孙 做酒孙和食孙是两百分 我们中大冒准准备 风味菜 跟孙子都有关系菜 让大家来享用 农会也强调 食农教育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未来除了持续的推广 家政课程外 也会积极的来与学校合作 希望将食农教育的观念 从小炸根 记者就评议 积极正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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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